大家好,今天是2019年1月2号星期三 是咱们在2019年的第一集节目 今天来聊两个话题 一个是习近平在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 那个大会上做了一番所谓重要讲话 很快蔡英文也做出回应了 现在就看习近平怎么回应蔡英文的回应 这是今天最重要的时事新闻 另外一个事儿呢 就是新年第一天传出个消息 说北京日报在元旦这天的报纸 被大举召回 那么到底发生了什么严重问题呢 我们今天来聊这两个话题 先说习近平的讲话 其实早在几天之前 他就预定下来了 1月2号这天会发表一个重要讲话 为什么呢 其实这个讲话和中美建交40周年还是有关的 1979年1月1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建立了正式外交关系 相应的美国和中华民国的外交关系就终止了 美国以台湾关系法来处理与台湾的关系 1979年1月1号 中共发表了告台湾同胞书 其实79年这一版的告台湾同胞书 已经是第五篇了 第一篇是1950年发表的 但是79版的告台湾同胞书 它比较特殊之处是在于 它第一次提出了以和平方式来完成两岸统一 像结束军事对峙 开放两岸三通 三通就是通油通商通行 还有扩大交流等等 而今年呢 是这个提出两岸和平统一的79版 告台湾同胞书发表的40周年 同时呢 又是中美建交的40周年 所以这个日子比较特殊 习近平就要出来讲个话 再加上中美关系 现在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 中国大陆的经济形势 也到了转折关头 那么未来中共的对台政策 是要往硬了走呢 还是往软了走呢 就会引起特别多的关注 那这个讲话 也就会引起比较多的关注 它就这么个背景 这篇讲话的全文稿啊 在网上已经有了 大家可以去看 总体来说呢 这篇讲话和习近平 在改革开放40周年上的讲话一样 缺少心意 它没有什么突破性的提议 说得上具体建议的呢 就是他说 能不能率先实现金门马祖 这两个地方 和中国福建沿海地区 先通水通电通气通桥 就是在民生基础设施上 先把金门马祖和中国福建同化 这个建议呢 还算是有点具体内容 同时习近平反复重申了 反对台独 遵守九二共识 声明必须统一 也必然统一 要高举和平统一的旗帜 但是也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等等 这些呢都是老生常谈了 相比起来呢 蔡英文对他的回应倒是有比较大的突破 蔡英文说 我们始终未接受九二共识 根本的原因是 北京当局所定义的九二共识 就是一国两制 而台湾呢是绝不接受一国两制 这是台湾共识 所以你看蔡英文的这几句回复 他比习近平的长篇讲话呀 要有含金量的多 首先呢是蔡英文出任总统之后 这是他首次正式拒绝九二共识 其次呢 他是以台湾共识来对抗九二共识 就是他的观点是 台湾共识在法理依据上 在九二共识之上 因为台湾是民选政府 他必须在台湾选民的授权之下活动 而所谓九二共识呢 是未经民意授权政客之间的思乡授受 他是含有这个判断 所以他不认这个九二共识 最后呢 是他绝不接受一国两制 这句话的意思是 底线是维持台湾的事实独立 但也不排除未来走向正式独立 这个一国两制 中共那边的解读是 一国在两制之前嘛 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主权之下的 一个特别行政区 蔡英文呢 对这个定义是毫无余地的加以回绝 所以这次蔡英文可以说得上是很霸气的回应啊 确实是超出了我的意料 他把话说得这么明白 这么决绝 但是我不知道对习近平来讲 他会不会觉得很意外 很可能也是挺意外的 所谓九二共识什么意思啊 还是得科普一下 因为总有一些朋友不太清楚 就是1992年代表中共政府的海协会 和代表当时台湾政府的海基会 他们协商所达成的一个口头默契 叫做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 这就叫九二共识 那习近平在1月2号的讲话 他是表示着 2019年中共的对台政策 是会走硬还是走软呢 其实这个问题现在比较好判断 因为习近平在2015年的讲话 不就说九二共识是两岸关系的基础吗 基础不老地动山摇 好 现在蔡英文挑明了 就是不认九二共识 就是不接受一国两制 那咱们看看接下来地动不动 山摇不摇 中共会不会马上大军压境 来回应蔡英文的回应 如果一段时间内没有太实质的举动呢 那就说明习近平会软下去 所以我觉得这个形式是比较好判断的 那我们来看今年两岸的安全格局 会是什么样呢 最起码 今年的现在 比去年的现在要稳定的多 原因是出在美国身上 美国在2018年接连通过了几个涉台的法案 就是台湾旅行法 2019国防授权法 和亚洲再保障倡议法案 那个台湾旅行法规定 政策上允许美国政府各层级的官员去台湾 也允许台湾政府官员进入美国 同时也允许台湾政府在和美国交往的过程中 不管是和联邦政府 还是和地方政府交往都不受限制 可以自由的开展活动 2019年国防授权法 是支持台湾通过军构 提升自己的防卫能力 也鼓励美台人员交流 鼓励美军参与台湾的军事演习 那个亚洲再保障倡议法案 大家可能听着有点耳声 因为它是去年12月份 刚刚在国会完成了立法程序 川普是在12月31号签署它生效的 相当于是给台湾送了一份新年礼物 这份法案是重申了美国对印太地区盟友的支持 也包括了台湾 还有重申定期向台湾出售防御性武器 鼓励加深双方的人员交流等等 那这个新法案 亚洲再保障倡议法案 中国观众知道的很少 那外交部对它的抗议今天才出来的 美国这一系列立法的举动 当然它传递了非常明确的信号 就是不会放弃台湾 也不接受中共对台湾的孤立 你越孤立台湾不是吗 我就越升级和台湾的关系 那我想这很可能是蔡英文 今天敢于霸气回应习近平的一个重要原因 自从中国大陆的军机军舰绕台航行以来 可以说中共那边在军事上 就已经进入了攻台的准备阶段了 就是说把绕台航行常态化 它相当于是让军队熟悉未来的战场 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 确实台湾海峡的气氛就非常紧张了 绕台航行相当于是让军队积累 未来作战所需要的战术资料 你像兵力在不同地点之间机动 需要多少时间呢 这事得练 这个不同军种才能配合的好 还有要搜集战区的气象水文资料等等 但是我这里的判断是 当中共武力攻台的信号真正出现的时候 最早它很可能不是在台湾海峡 而是在周边次一级紧张的区域 比较大概率是在南海 理由是如果贸然在台湾海峡投入大量兵力 那要冒着和美国关系全面破裂的风险 有可能就要和美国打一大仗了 直接兵龙相见 过于冒险了 所以中共呢 它应该会在刺一级紧张的区域 先通过一系列不断升级的摩擦 来试探美军 来挤压美国的底线 消磨美国的决心 东海那边呢 其实也很敏感 你要在那边制造摩擦会把日本也牵扯进去 过于复杂了 所以试验场我觉得会在南海 上一次中美军舰在南海险些发生相撞的事 是发生在去年九月份 在那之后美国的行动是 去年十一月份 美国有军舰穿越台湾海峡 还有日本的一艘准航母 也穿越南海出访 来挺美国 所以这几个月在南海那边呢 还没有新的摩擦 因此看起来是有降温的迹象 这次蔡英文霸气回应习近平之后呢 我们来看一看中共的反应 如果中共的反应是不温不火 或者只是有些象征性的动作 那说明中共对台湾的政策有走软的迹象 中美新一轮贸易谈判是在1月7号 假如中共马上对蔡英文的霸气回应 也很霸气的施加压力 打兵压境 迫使美方可能就会有所回应了 那很可能就会影响 接下来的中美贸易谈判的气氛 所以我想中共也许会暂时克制一下 但是总之 它怎么回应蔡英文的回应 也就是在这几个星期之内 我们就能看得出来 中共是不是对台湾还要保持高压威吓 是不是还是要扮真老虎 接下来说一说 新年第一天的一桩骑士 就是这一天 网络上突然传出一条消息 说元月一号发行的北京日报 被大举召回 还有多家报刊在元月一号停刊 目前这个事不知真假 我觉得可以请在北京的观众网友 来验证一下 就是是不是有观众网友 在1月1号下午在北京的报摊上 还买得到北京日报 那这条消息啊 说北京日报当天大举召回 可谓是来的有点莫名其妙 因为这一天的北京日报 看起来还是一派祥和喜庆 看不出有什么大主草啊 只有一篇文章是有点寒沙摄影 叫做传统大党影响下降 民粹派日渐得势 但是他这篇文章说的是欧美的事情 不是说中国的事 在我做这期节目的时候呢 这篇文章在互联网上也还在 这篇文章的作者是 中共驻奥地利的前大使 他的内容讲的是 从2007年开始 德国 瑞典 奥地利 荷兰 这些国家的选举结果呀 可以发现 传统大党的影响力明显下降 而那些代表了民粹主张的政党 有很多还是新党 有很多还是新党 他们的影响迅速窜升 所以欧洲呢 是有向民粹转向的趋势 这篇文章的用意呢 大概是说 欧洲的政治环境将发生变化 中共的外交决策人要做好准备 要扔清这个趋势 把宝都压在那些传统大党身上 可能会丢失阵地 让自己和欧洲未来的交往陷入被动 起码呢 对形势要有个准确判断 在川普这个事上呢 中共算是吃了很大的亏 他既没有预料到 受到精英阶层嘲笑的川普能够当选 后来呢 对川普这个人的性格和主张 也完全没有耗准脉 那这个亏呢 是以后不能够再吃了 大概这篇文章是这个用意 但是这篇文章你怎么看 它都不像所谓的大毒草 你得深挖狠批 拿出狠斗斯字一闪念的这种 超级玻璃心和敏锐度 大概才会觉得有点影射天朝吧 就是说民粹派在世界得势 他会不会是鼓励了国内的毛左奋青呢 让他们也产生了世界革命浪潮已经涌现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种冲动呢 有可能有那么点意思 特别他还说了传统大党影响力下降 是不是暗示中共也有走上这条路的趋势呢 总之你要愣往这方面想呢 可能有这么点意思 但其实还是很牵强 如果这就算犯了忌讳要回收报纸 那说明这当权者的心 它不仅是玻璃心 简直就是沙子心了 那玻璃还是得摔一下才会碎 对不对 你沙子雷起来的什么东西 一碰就散掉了 这个传闻咱们不知道真假 希望在北京的朋友可以验证 再有一个验证方式呢 就是过几天看看 北京日报社是不是有人受到了处分 到时候我们可以推断一下 是不是这里面也反映了什么 权力斗争之类的线索 但今天呢 我想借这个话题来说说民粹 就是我们对民粹这个概念该怎么理解 薄熙来走红那会儿啊 有很多人也说他煽动民粹 习近平当政的头几年 他强调理论自信 道路自信 强调这个中国的特殊制度优势什么的啊 也被人理解为民粹 那到底什么是民粹啊 中国到底有没有民粹 其实呢 关于什么叫做民粹主义 还没有一致的定义 大致的说呢 就是反精英和反建制派的势力 鼓吹平民的意志天然合理 这就叫政治上的民粹 同时还有文化上的民粹 那就有那么点抱残首缺的意思了 就是凡是我们土生土长的都是好的 凡是外来的就是坏的 只要是我们民间的土生土长的 就是精华会粹的 所以这叫文化民粹 像民国时期有位怪才叫姑鸿鸣 他觉得什么留辫子啊 女人裹小脚啊 纳切啊都是好的 所以他这就算文化民粹分子 那么今天中国的毛粉 认为凡是毛时代的都是好的 他以对毛时代的印象来定义什么叫中国 你拥毛就是爱国 反之就是汉奸 所以他在思维方式上呢 是既有点类似于政治民粹 也有点类似于文化民粹 但也就是有那么一点像而已 却似是而非 其实北京日报所提的那种民粹 在中国事实上是不存在的 那接下来解释一下 现代民粹主义的特点是 在开放的互联网环境之下 主流媒体失去了舆论的主导权 民众对社会问题自发集结讨论 情绪也互相感染 就形成了大大小小的同温层 反过来呢 再通过民主选举来影响政治 这是现代的政治民粹 现代民粹主义的兴起 它是伴随着社会意见的碎片化 而且是情绪主导下重组社会意见 传统主流媒体失去了优势 是有这么几个特点 所以西方的民粹 它还真的就是民的粹 是在意见自由流通的情况下 老百姓是按情绪和立场划线 自发重新集结 而中国的民粹严格说 它不是民的粹 它是党的粹 有的是由掌权者故意引导而形成的社会风气 比如薄熙来的唱红打黑 还有官方引导的什么反日浪潮 抵制韩国乐天这些活动 另外有一些是在资讯封闭的情况下 人们不了解真相 不清楚历史 被假象扭曲了观念 而造成的那些所谓民粹运动 比如虫毛的现象 那么洋民粹和土民粹 咱们评比一下 各自的作用是什么 凡是民粹 当然它都有封闭狭隘的一面 西方兴起的民粹 但是它还是有接近常识的内容 比如美国那个茶党 它就是起源于反加税的抗议 T Party里面那个T 它中文翻译成茶嘛 但是被另外一些人翻译成三个词的缩写 其实这么翻译更加贴近实际 就是Tax enough already 加税已经加够了 千万别在家了 我们受不了了 所以它就反映出这么一个实情 最早支持茶党的那批人呢 就是掉入贫困的中产阶级 他们满腔愤怒 后来随着金融危机 美国的贫富差距继续扩大 大批中产阶级失业 可是华尔街的肥猫们还在拿着巨额分红 这一下可刺激了人民大众 支持茶党的那些群众就迅速增加 这是民粹主义兴起的一个代表样本 西方反精英的这种民粹崛起 它本质上是社会割裂 草根对精英阶层丧失了信任 就是觉得你们这伙精英 已经不再能够代表我们去处理公共事务了 像欧洲的那些左翼政府 大家所说的白左政府 他们支持扩大接纳难民还有移民 嘴上当然都是说什么仁爱同情 有很多高大上的词 实际上动机之一也无可否认 就是为了拉选票 就是说你把这些人引进 那这些人当然就支持你 难民们当然会支持 批准自己进来的这些政客 一直当选下去 因为他还想着把自己全家人 都移民到这个富裕国家呢 但是难民和移民涌入 他首先是抢了从事初级职位那些人的饭碗 同时呢 他增加了社会福利的负担 他又带来了加税的后续举动 这就造成了中产阶级和草根民众的强烈不满 西方主流媒体呢 一般是比较左倾 但是由于社交媒体的兴起 草根民众就集结出了大大小小的朋友圈 交流观点和感受 有了新的意见集散市场 然后呢他们再通过朋友圈串联 发起大大小小的街头运动 就重塑了政治版图 所以我们看难民和移民政策 这两年他对于民粹主义在欧美兴起 他确实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 另外一个重要推手呢 就是经济全球化 这个全球化 他让全球的精英和权贵们 逐渐形成了一个有内在纽带联系的 共同利益阶层 当然他们之间呢 还是有矛盾的 只不过是在全球化这个背景之下 他们是前所未有的发展出了一种 一荣俱荣 一损俱损的利益关系 那这些发达国家的权贵精英们 他们逐渐就和本国 自己本社区的利益向脱离了 你像美国金融大佬 他对中共政权的稳定 操心的程度超过了 对美国中产阶级的萎缩 就是说美国中产阶级萎缩不萎缩呢 他们不是觉得很有所谓 美国中产阶级萎缩了 失去了美国市场 我可以在中国找股回来吗 而且中国的人口远远都于美国 他觉得他在中国能够逃到的金 比在美国还要多 那在这种情况下 很多国家决策 他就是以牺牲本国民众的利益为代价的了 那草根民众们 还有一些小中产阶级们 就感到国家不再关爱他们 不再保护他们 这一点必须被纠正 所以这是川普崛起的民意基础 咱们来看西方这些年民粹主义崛起的过程 得承认 他当中有部分意见是合乎常识的 就是任何国家都得把照顾自己的人民放在优先地位 这是说养民粹 那么土民粹呢 就是中国自己的所谓民粹主义者呢 他包括有毛粉 包括有一部分认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人 坚决不能够走西方的多党制三权分立的邪路 甚至还包括一部分中基粉 易经粉 就是他们由于对中国传统的认同 进而发展到对中国现在这个政治体制的认同 那是因为他们觉得中国现在这个政治体制 是传统的一个自然发展 这部分民众呢 他们虽然有对传统文化的热爱 但是对于传统的理解经常是片面的 似是而非的 今天没有时间细说啊 就是说他们对于传统文化的印象呢 更多是来自于1949年以后 中共教育的那个环境下所形成的印象 这些民众的共同特点是都希望社会公平 就连毛粉都是痛恨腐败 希望社会公平的 只不过他们是希望那种毛式的公平 在政治高压剥夺了个人尊严之后的那种公平 而不是一个有透明的体制来保障的机会公平 同时他们也都认为 现在这个政治精英阶层背叛了自己 其实从这点上讲呢 青年马克思主义读书会 刚刚被镇压的一些青年学生 也可以归入政治民粹派 因为他们也是认为 现在的这个统治阶级是背叛了自己 背叛了马克思主义 但是呢要说中国的土民粹啊 它的兴起是缺少一个重要条件 就是自由的意见交流和自由的集结 凡是民粹它肯定都是有盲目性的 但是在一个健康的体制下 又有合适的政治人物做领袖呢 还是有可能把结果导向正面的 但是它得有自由的集会和交流 把社会问题的真相暴露出来 所以这又是阳民粹和土民粹的一个关键区别 就是今天中国的所谓民粹 当然他们都说要争取社会公平什么的啊 但问题是用谎言反对谎言 用谬误反对谬误 没有真相 你像毛粉 它是用浪漫化的毛时代来反对当今的腐败 那些青年的马克思主义者呢 他也完全不看马克思主义 这一百多年实践所带来的灾难 他是用一种浪漫化的 书本化的马克思主义来推动维权运动 他觉得马克思主义这本经事好大 是现在这些人给念歪了 我觉得胡平先生有一句总结是相当到位的 他说共产党如果错了 马克思主义它可能对了吗 所以这种民粹力量 它没有真相的曝光在其中 它就很难成为积极的力量 总结今天的话题 新年第一集咱们说了两件事 习近平对台湾喊话 但是蔡英文霸气回应 接下来就是要看习近平怎么回应蔡英文的回应 另外一件事就是新年第一天传闻北京日报被大局召回 引出了民粹的话题 这个民粹它肯定是有盲目和排外的缺点 但是它未必全坏 关键是两点 就是第一它是否回归常识 第二它是否曝光真相 那明天在我会员网站的特别节目专栏 在咱们那个文招.ca的特别节目专栏 我们会来探讨法国历史学家托克维尔 在旧制度与大革命里面提出的一个问题 就是为什么法国的大革命 它是发生在经济和技术的繁荣时期 以及为什么为人民减轻负担的行动 却激化了社会矛盾 可能有些朋友不了解 在油管上我们探讨的话题以实事为主 但是在会员网站上 除了我每天油管节目的音频和文字稿会放上去之外 还有一部分专门为会员网站做的节目内容 主要是以思想性为主 那今天这个话题就聊到这 谢谢大家 在YouTube上面 我们就是星期五再见了